我們現在來一起做一件超簡單的事情 那就是不要去想紅色的大象 不要去想紅色的大象 不要去想紅色的大象 我想大部分的人聽到 不要想粉紅色的大象這句話說 都會下意識的一直不小心的想到粉紅色的大象 甚至整部影片看完只記得粉紅色的大象 這個在心理學上面稱為粉紅大象效應 Pink Alpha Effect 台語就是粉朗的大象的效應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明明我講的就很有道理啊 為什麼他就是不願意聽我講的呢 或者是說 當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好朋友在念你的時候 有時候你明明知道他們是為你好 講的也是對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就是聽不進去 就是沒有辦法照著對方要你做的來做 根據Jack Brand 在1966年提出的心理抗拒理論 人們喜歡獨立自主 只要對他們的自由選擇 構成了威脅 就會產生心理抗拒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這時候非常容易為了反對而反對 他們做過一個實驗 在這個小朋友在寶寶面前 放了一堆的玩具 然後請媽媽來 然後媽媽就跟他說 這些玩具你都可以玩 除了這個玩具以外 然後就讓小朋友在那邊自由的玩玩玩具 後來再過一陣子以後再回來說 嗯好 那你現在所有的玩具都可以玩了 一講完這句話以後呢 他就會瘋狂的去玩那個玩具 接著再過幾天呢 試著讓小寶寶選自己最喜歡的玩具 毫無例外的 所有的小寶寶都會選擇當初那個禁忌的玩具 越是禁忌的東西 越有興趣 而且會覺得那個禁忌的東西 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 這個心理抗拒的實驗呢 無論是對小寶寶 甚至對大人 都會有一樣的效果喔 就像你明明知道 他是一個壞男人 但是卻又義無反顧的喜歡著他 我俱樂樓旁沒錢 我幫你偷懷優客 算了 我都沒 其中都是一個 朵鴨母衣 風頭拼拼的俱樂樓 所以人類非常的奇怪 你越要他不做什麼事情 他就越偏要做 所以我跟各位說 千萬不要訂閱我的頻道 這個時候你覺得很痛苦 說雖然他說不要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好想按訂閱 好想按分享 好想愛喜歡喔 每個人心裡 都會有一隻粉紅色的大象 你越想說服他 那隻大象就會擋在那邊 而你越努力的想要改變他呢 那隻粉紅的大象就會 越來越大 越來越擋住你的去路 但是假設我們真的希望 對於那些你愛的人 你重視的人 你希望你的爸爸戒煙 你希望讓你的閨蜜 你忘掉那個壞壞的前男友 甚至你想要說服自己 早睡早起呢 你希望他們做一些 比較好的改變的話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看到那隻粉紅大象的時候 繞過去就好 這個繞過粉紅大象的方式 就叫做 立即影響法 只要六個問題 在七分鐘內 就能夠讓人產生 想要改變的動力 等等我會循序漸進的問 六個問題 你可以一次看完以後 再倒過來看 或是說邊看邊想 在看的過程中 如果你需要停下來思考 你就按一下我的臉 這樣就可以暫停了 這六個步驟 我也會放在下方的備注欄 第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會想要改變 如果你可能會想要戒煙的話 那是因為什麼呢 第二個問題 你有多想要改變 而且請你從1到10 為自己做一個評分 1就是非常不想改變 10分就是滿分 就是非常想要改變 你有多想要戒煙 從1分到10分 這邊要補充一點 分數的高低 跟你會不會成功 是沒有絕對的關聯性的 因此重點不是分數的高低 而是希望藉由評分的方式 讓你深入的去思考問題 而不是單純說 我想我不想 這種yes or no的問題 我們要找到的是 內心深處的動力 再來第三個問題 當分數打好以後 你要問說 欸? 你怎麼沒有選擇更低的分數呢? 你打8分的話 你就說 欸?你怎麼是8分 怎麼不會是選7分或6分呢? 這其實是一種 以退為進 欲勤勿眾 造成一種反差感 因為我們人都會說服人 當對方選8分的時候 你就會說 啊?才8分 你怎麼沒有選9分 但是這種質疑呢 會造成心理上的對抗 所以那隻粉紅色的大象 又會跑出來了 如果對方是選1分的話 你可以問說 欸?你怎麼不會是完全放棄呢? 那假設選0分的話 一個完全超級消極的人 跟永澤一樣 你就會說 嗯?那我們什麼方法 可以找到一點前進的動力呢? 只要找到心裡面一點點的動機也好 第四個問題 想像你已經改變了 那會帶來什麼樣的正面結果呢? 假設你已經開始接煙的話 會有什麼比較好的結果呢? 根據研究統計 吸煙跟性功能障礙呢 有顯著的正相關 你是不是才30歲 就已經陳柏林了呢? 你想不想成為一個硬漢 你知不知道女生都喜歡硬硬的東西呢? 硬硬的東西 我是說 鑽舊人 鑽石人 那這個問題的目的呢 是讓對方有一個很清楚的目標視角化 讓你心裡很清楚的 描繪出一個已經成功的景象 這樣會讓你更容易達成目標 第五個問題 這個良好的結果 對你來講 為什麼會很重要? 這個改變會帶來什麼樣的 比較好的結果 而且 這個好的結果 到底對我來講 為什麼是重要的? 我們要更深的 發覺內心真正的理由 可以幫助你來做改變 第六個問題 如果有的話 你的下一步行動會是什麼呢? 那這個問題 加上如果有的話 這是要增加一個 對對方的自主性 因為你不要說 那你下一步是什麼 這時候 這個命令的感覺就出來 你一旦想要命令的話 對方那隻心裡 那隻粉紅大象又會跑出來 但是你假設 這家人如果有的話 這會給對方一個自主性 當對方有自主性的時候 心裡抗拒的感覺就不會出來 這六個問題呢 是耶魯大學醫學院教授 Michael V.Pathalon 創立的立即影響法 英文叫 Instant Influence 日文叫做 Instant Influence 那台語呢 我是 很快就可以 改變了一個方法 他的基本精神呢 其實是 不要試圖的去說服對方 而是幫對方找到改變某件事情的動機 讓對方自己說服自己 脾氣喘弄的 你為什麼都不聽我的 你為什麼都不改變 立即影響法 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的看到 我們心裡 每個人心裡面都有的那隻粉紅色的大象 像眼影有沒有戒掉 其實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 當你對於你愛的人 你很重視的那個人 與其搶拖拉去做改變 不得好好的溝通吧 幫助對方挖掘出內心 真正的動機原因 不要一面子說 我希望你敢 我希望你照著我的意思做 不要再虐待那隻粉紅色的大象 用今天教的方法 讓對方自己說服自己吧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喔 並且分享訂閱 自己會 из股票 和你 感谢观看